非常非常有意思啊 屈棍球怎么还不吞呢 蔡英文说好的司法改革呢 大监委去追杀小简座 请问一下屈棍球到底要不要吞 来前情提要 给大家看一下 你记得吧 段一康在现场拿起屈棍球 我再讲一遍 如果我讲的不是事实的话 屈棍球我吞掉 而且我吞三颗啊 有图有证据有影像 唤醒一下大家记忆 2014年那个县市长期间 你记不记得段一康 为了帮助这个民进党的魏民谷竞选 公开指责对手林苍敏 担任屈棍球协会理事长的时候 诈领补助款 然后就说我讲的是假的话 屈棍球我就吞掉了 我还吞三颗啊 结果后来司法认定哦 司法认定段一康应该吞哦 这个案子怎样 这个案子打到 这个段一康全部都输啊 对不对 魏民谷都输啊 法院认证啊 不但要登报他们也登了 一百万的赔偿 然后呢 大家都说为什么不吞 你看网路上还发明了 各式各样的屈棍球炒饭 告诉你怎么做 告诉你解套的方式 段一康你就吞掉吧 还有当时的这个韩国瑜 有没有 经典的一句话 哇嗨翻了 段一康立委像个男人一样 就吃啊 是一颗就好 董哥你还记得吗 记得啊 那些年说实在的 这个屈棍球也带给我们不少欢乐 光这个屈棍球呢 大家可以玩很久 就不可思议的是 现在监察院呢 要弹劾这位屈棍球案的检察官 陈龙祥 最让大家不可思议的是 不是一次哦 连环追杀要弹劾两次哦 基层检察官炸锅了 这什么意思 不按照你执政党的意思起诉 就要被重复弹劾 大监委要追杀小简座 啊蔡总统 说好的司法改革呢 总统能够允许哦 这个监委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不要求 段一康先去吃屈棍球 而去对付这个检察官 陈龙祥 你知道段一康在新潮流里面 是当过总招 那新潮流真正的掌门人士陈吉 就是监察院的院长 那包括 包括高嘉怡那个男朋友 碰到段一康都要叫老大 所以段一康在 民党里面的分量是很够的 那他去帮魏冰谷站台的时候 他讲出要吃三个七棍球 就表示他信心满满 因为司法会配合我 那结果呢 结果 检察官陈龙祥并没有 因为他查了很多证据 你发现并没有嘛 所以是不起诉处分 是啊 不起诉处分 其实 如果你是一个很政治的检察官 你应该起诉 起诉段一康就可以拿这个起诉出 又到处讲 你看嘛就起诉了 结果不起诉 不起诉以后段一康 后来在法律上判诉不是这个案子 他是被 被告 被两个人告 这分别两个案子 一个是 但总哥我还是想问一下这个检察官 这个检察官他被弹劾一次 你就把二度弹劾 这样可以哦 我们检察官 因为检察院只针对公务员 公务员被弹劾以后叫上到工程会 司法院的工程会 现在改名叫做承接法庭 那要不然你就要上到职务法庭 就是说你这个司法官送过去 送过去那边就会把你寄购 或者承接或者怎么样 结果呢 他送过去那边 结果说检察官没有错 他查不出证据 你叫他怎么起诉呢 所以那边就没有处分 没有处分 检察院觉得说太丢脸了 所以才会有第二次弹劾 要求再送一次 但同一件事情可以弹劾两次吗 不行啊 因为司法本来就有规定 一案 等于一个案子你不能搞两次啊 那就 那就此恨绵绵无绝一切就搞不完 那这样没完没了 如果第二次不行 我再来第三次 第八次第十次可以哦 但是段一康吞不下的不是七棍球啊 吞不下是这口气啊 你知道吗 段一康后来被 大家知道 黄石成先生是无党籍的 昨天购事的嘛 他女儿黄文宁也在那里嫌 段一康说黄文宁 跟国民党的候选人共用金主 黄文宁去告他 结果段一康输了 要判赔20万 段一康一直不赔 我有一天去立法院啊 碰到黄文宁他 他来自汹汹说段一康 不给我赔钱 我就在这边闹他 就在立法院门口 然后记者就围观了 就看说哎 你段一康法院他输了 你还不赔 哦 那他去 他到立法院去讨田讨三次 那另外他也被林昌敏告 林昌敏告段一康 跟魏敏谷两个也输了 输了要赔 哦 我记得是一百万啊 那大家可以看到 段一康等于说连输两个官司 还要赔这么多钱 他那时候栽赃马英九 也被马英九告 要赔60万 各位可以看到了吧 他已经是没有什么信用 就他手讲的 手揭发的事件 官司里面通通输 然后七棍九也不吃 然后只能靠监察院 这些人 你买雾化器呢 会送你水神 那么家里面 八坪以上的 五到六坪的 或是小坪数 都有不同的选择 他的雾化时间 大概从四个小时 到八个小时不等 怎么买 快点够 QR Code 扫一下 记得哦 帮我输入 CTI285 这是我们 辣碗报的团队代码